我也很希望他擔任陸委會主委 應該算是第二次在做 那如果能夠打破兩岸現在已獨不回的將軍 可是我覺得關鍵不是在陸委會主委誰做的 他只是一個橋樑 只是一個傳話的廣告 其實桃園市長選登記結束 你覺得陳學生或楊麗環能不能成為參與 我知道昨天是三個人登記 一位是魯明哲先生 一位是陳學生先生 一位是我們楊麗環女士 大概就是三位登記 他們能無政文看嗎 我不能這樣講 現在距離選舉還很長 我們總是要期待好的選手出來打仗 就是這樣子 我們很領先的地區 他到現在也找不到對手來打仗 民進黨也是遇到這種困難 我們同樣在若干區域也是同樣會遇到困難 可是再怎麼困難中就要挑選好的人選去跟他競爭 民主政治可能就是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講過他 在幾年前來看過我 是經過有人來傳話 我就跟當時當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給鄭永泉先生 去跟他商量 我說有這樣的過程嗎 你黨能不能做考慮 為了確保陳理貞能夠獲勝 那既然他有這樣的希望 我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 他講公開說你說謊 他講 我反正我不說謊 他講那是誤會 就跟他誤會我 是公開宣布 黃敏慧健全市長 他那時候不在國內 我也沒有說他幾年前去看我 是不久之前 就是今年的不久之前我看了 我們謝謝 謝謝 謝謝 恭喜 Logic 謝謝 一下 我們又 dzieci 我 poorest 爹